好的朋友看到我面前那边花了 这个花呢就是宝莲灯了 这个非常的哇塞哈 但大家在养的时候就不哇塞了 我今天跟大家叨叨一下 它的一个原产地呢是在菲律宾那一块 就是那种亚洲寨偏热寨的一个地方 它的耐寒能力就很一般了 很多人的话我在养护的时候就冻的发黑了 一般呢是低于15度以下就开始停止生长了 5度以下就开始各种的不好了 所以这花儿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是温度再低一点 第二点呢咱们说它的一个光照 它跟秦燕蓉特别的像 花儿有人应该养过秦燕蓉 秦燕蓉如果说强光直载的话 叶片也会晒焦 这个也是相同的道理 它喜欢那种半羊的制造 大家如果说有一个明亮的客厅也可以养它 它是多年生的一个木本 它会一个叉一个叉地分开去长头 而且会垂掉下来花苞 在不开花的时候叶子也很好看 所以说呢作为一个经典的室内的 大型的中大型的一个绿植盆栽去养护的 所以说花儿我们要盖它这个点 像广东地区呢 如果说稍微加一下遮阳的话呢 是完全可以实现地灾的 但是咱们好多的臭宝呢 大多应该都是盆栽 而盆栽的时候呢 很多话为了装饰它的一个好看啊 用到的是那种很大 很深的磁盆子 就会导致它的一个积水雾根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根系 这个根系我都拽不出来了 我给大家看看还能不能拽出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根系 它的一个根系呢 也是典型的木质根须 用到的土呢 就是进口的那种泥炭土了 有的话说 保莲灯用什么柴叶鱼 但凡是稍微上点档次的时候 现在都在用进口的泥炭 如果说大家找不着的话 老华爷也有参好配好的那种 直接用就可以了 一定要保持它的排水透气 要不然的话就会烂根 像这种盆子啊 像这种根系已经长满的情况 的醋本就可以换个盆了 换个一定要换个排水透气的花盆 往里面加上进口的泥炭土 就完全OK没问题的啊 浇水也要拿捏一个干湿循环 而对于用肥这一块呢 大家就可以用通用型的就行了 像大家经常用的一些通用型的肥料都可以 它对肥料的要求并不高 酸碱度这一块呢 不是特别的敏感 只一般的中性就OK的 耐碱性还行 但是呢也不要过度的一个碱性化 px值达到89以上的话也会出现营养不良 别的也没啥 好多话老是习惯性的往上面喷水 这个个人非常不建议啊 非常不建议喷水 花期呢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简单的养护呢就给大家倒到这 好了 喜欢臭宝记得下单吧 我是老花1养花最整1 也不说就点个赞 其他养问题视频下留言 想看什么开箱或者说有什么养不了的花 都可以寄过来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